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一直以來我都很少和大家推薦眼部產品 自己知道自己試,黑眼圈又厲害,眼袋又大 而且我對眼曾經嚴重濕疹過,是爛了那種 就算現在康復也好,不是正常光滑的皮膚 是比較粗糙,很多皺皺,加上自己很喜歡笑 很多表情紋,乾紋,總之就不是大家很理想中的眼部肌膚狀態 還有我的雙眼皮那麼深,不是天生的 因為爛完之後那些皮比較厚,撐了那些三眼皮出來才有那麼闊 所以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推介什麼產品給大家 今天這條影片也不是推薦產品 反而是想跟大家說故事,我的急救心爆眼紋之類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究竟這幾個月我的眼周皮膚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我又用什麼方法,用什麼產品去解決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試完就是1月的時候,我跟男朋友阿金先生合照 福相放在這裡,大家看不見到有一點點不妥 我們放大近鏡再看看 有沒有嚇到? 當時我真是很震驚,不知所措 眼尾那裡有很多魚尾紋 眼底有些蜘蛛紋,全部都是很深 老了20年的感覺 從來沒試過 所以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這幾個月我是用盡所有的方法幫自己急救 現在依然會有些乾紋 加上我用了遮瑕膏,眼是差一點 但是那些魚尾紋,那些很強的蜘蛛紋已經消失了 所以我也是覺得是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當時我做了什麼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有擦眼霜的 跟大家也介紹過 就是這一支Claris Double Serum Eye 我記得每月用什麼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享過的 它的質地是比較輕盈的 雖然有一點點油,但是完全不會厚重的 其實11月的時候我也是覺得它蠻好用 對於乾紋也有一點點撫平的效果 但是可能之後天氣越來越冷越來越乾 它開始不夠力,我又發現不到的話 就發生了這個悲劇出來了 那當時我就立刻放棄了它 在家看看有什麼眼部產品可以用 剛好我手上就有這兩個產品,都是比較滋潤的 這一瓶是Elizabeth Arden的Daily Youth Restoring Eye Serum 它裡面是一粒粒的膠囊 留開一粒給大家看看 它的質地的確是比較油的 也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吸收到 平時我是很抗拒這些這麼油膩的眼部產品 但是非常時期,我們用非常手段 推開它大約等5分鐘以上才可以差不多吸收到 然後我就塗眼霜 這一款是後天氣丹華圓重新眼霜 我手上是之前買東西的試用裝 裡面有5ml 你會看到質地非常像牛油 都是比較稠的 然後塗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厚度,然後是滋潤型的 我是用厚塗的方法 但是跟大家想像中有一點不一樣 不是一坨放在這裡 這樣是很容易焗到出油脂粒的 我先塗了一層,然後讓它吸收完 再塗多一層在面上 讓它可以做到滋潤修復的效果 這個組合大約用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其實我眼底的蜘蛛紋已經好了七成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用護膚品去到某個階段 都是會有瓶頸位停滯不前 在這個時候,我有個舊同事介紹了另一個眼霜給我 就是我手上這盒 Charlotte Tilbury的Magic Eye Rescue 它跟我分享用完這盒之後,眼紋改善了很多 我就立即上網訂回來 它的質地比起剛才那款軟身 然後推開出來 是有滋潤度有油潤度 但是不會很難推的 然後我就梅花間足 有空用厚的眼霜 有空就用Charlotte Tilbury的眼霜 解決了下面之後 魚美紋還差一點 在這個時候我就收到另一個眼霜 Caudalie的葡萄紙尊貴時光逆轉眼霜 它裡面是有一個按摩頭的 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這麼冰涼 因為不用入電的 就算按摩到比較溫熱 然後等多它十幾二十秒 放回皮膚,它又冰涼了 眼霜就在後面這個洞洞出來 它的質地沒有剛才那些這麼稠的 是比較滑一點 然後都蠻好推 但是一樣有滋潤度 其實現在用其他眼霜 我很多時候都會配合這個按摩頭 因為它是冰涼 舒服 幫助到吸收之餘 塗的時候好像一個燙豆仔 至於眼霜方面 我覺得它對於魚美紋的功效 大過對於眼底的乾紋 因為我本身是散開的魚美紋 之前用其他的眼霜眼精華 它們都改善不了很多 但是自從用了它之後 真的縮回去現在雙眼皮的位置 所以我都覺得是蠻神奇的 大約用了兩三個星期就已經有效果了 其實Caudalie我都曾經用過 它們的白泥露唇提升緊致肌底眼霜 這一款的質地輕盈很多 它是Lotion狀的 推開的時候你會看到比較水潤 但是開了一陣子之後 它的味道有點怪怪的 這個系列我都有用它們的精華是沒有變味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那麼喜歡這一款眼霜 兩者是相差百多元的 毫無疑問我一定會選葡萄紙的 因為真的看到效果 晚間的眼部護理我就是用了它們 但是如果日間的話太過滋潤了 我就用另外的一個產品 NAS的Light Reflecting Eye and Ash Gel 它的質地比起剛才真的輕盈很多 你會看到是比較挺身的Gel狀 塗開出來大家就會明白 它是很滑身 比較水潤 但是有適量的滋潤感 作為一個日間眼霜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和滋潤度都是非常之不錯 不會跟我的遮瑕膏粉底打架 不會觸到一些擦紙膠碎 它是沒有負擔感的 不會焗住了 也不會過了一些時間之後 遮瑕膏溶到一塊塊 所以是很適合妝前的時候用它 而且用它那段時間 我真的明顯感受到自己的眼睫毛 是長得長了和快了 但是如果作為晚間眼霜 它的油潤感就不夠了 特別我這些沙漠這麼乾的眼周皮膚 我覺得它也是用在日頭會好一點 那兩個多月我就是用這一堆的產品 解決了剛剛新爆出來的余美紋 蜘蛛紋那堆心坑 現在已經收回九成以上 我心滿意足的了 我不是完全零眼紋 很平滑的狀態 始終曾經受損過的皮膚 那些乾紋 表情紋 都還有在 但是這些我們慢慢再看看 有沒有方法去改善 然後呢 去到現在 當然不只是這一堆的產品 我都還有用其他的眼部產品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它們的功效有沒有這麼厲害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那些眼紋已經解決了 那我就用來做平時的保養 朝早起床如果有眼腫的話 我會先用一些精華 這一款是加丹尼爾的 燕密性態庫活緊緻精華 上次Brand Focus的影片也有說 是比較像啫喱的質地 很清爽沒有負擔感 然後Clarence的Total Eyelift 是比較cream狀質地 推開會柔滑一點 所以看天氣 我想用啫喱狀還是cream狀 它們兩個對燒眼腫都是有效果的 在雙眼皮那裡就很明顯 腫的時候和燒完腫的闊度是差很遠的 還有之前都有介紹過 The Ordinary的咖啡因眼Gel 都是有用的 只不過手上有這兩支 我就沒有回購 它們對於眼袋 在我身上都是沒有什麼功效的 我是脂肪型 不是水腫型眼袋 所以用完它 我的眼袋都是健在 而另外我也有買到小星層的N7 Wonder Eye 讓大家看看質地 是不是好像很潔身 但是很神奇的 它一推開好像梳芙里一樣 馬上很水潤 不過是有滋潤度的 Little Stardust的厲害之處就是在這裡 它連眼霜的質地都可以令我驚艷 聞起來有淡淡的玫瑰味 所以我就上網看回 原來它的機底是用玫瑰唇露去做的 用來感受 我覺得它很適合做一晩就天癌的眼霜 因為它是很滑 沒有負擔感 但是有滋潤感 所以日間用或者晚間用 我都是覺得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非常沙漠機的眼周 我就覺得晚上用可能差一點油潤感 是大眾可以做到日夜間 但是小眾可能都是要分開的眼霜 而另外我還有Laure Mercier的 Illuminating Eye Cream 它的質地是比較挺身 比較稠 好像藥膏狀 塗出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那麼好延展性 還有有一點點幻彩粉紅色 不過不知道在鏡頭那裡 大家看不看到呢 這一款有觀眾朋友 跟我分享過它的用後感 我們一致認同它是比較難完全吸收 始終會有沉默在眼周皮膚那裡 所以我會當它是一個按摩眼霜 在鼻敏感很嚴重的日子 或者睡得不好的日子 很厲害黑眼圈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再配合一些按摩 然後加速血液循環是可以幫助到舒緩到 但是不可以完全沒有黑眼圈 我也很想 所以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想做一個普通眼霜 我覺得它不適合的 但是按摩眼霜 滾完之後 用化妝水擦乾淨它 再繼續用其他的眼部產品 去做保養的話 它是OK的 然後說開一些不太吸收到的眼霜 還有我手上這一款 它是Bobbi Brown的Extra Eye Repair Cream 我現在看到官網沒有了這一款 不知道是升級版還是絕版 你會看到質地非常之稠 又是牛油狀的 然後我會當它是早上的急救眼膜 如果當它是普通眼霜 我就覺得它太焗了 化妝之前用它厚敷在眼底大約5分鐘 然後用化妝水抹走它 你會發現化底妝的時候 遮瑕膏粉底沒有那麼容易卡在紋裡 有些少許負屏細紋的效果 但是現在因為沒得賣 我就不說太多了 再之後是Serenia有得賣的 水型名牟緊緻精華 它是安瓶 它的質地是可以拉絲的 挺有趣的 我會把它做一個晚上的眼部精華去用 推出來不是黏的 都是水潤的 因為它用很少份量 已經可以推到好開 然後每隻眼睛一滴 推開的時候需要少許時間去吸收 加上它是美容院級別的產品 我就會用一個美容兒去做導入和RF 希望連續用 這裡會不會那麼厲害 不會那麼大拋東西 最後我還有這支 Eve Hoche的微海草鑄養換肌眼霜 裡面是有三顆珠珠的按摩頭 然後眼霜是在中間那裡擠出來 非常之流質 很輕盈的 讓大家看看質地 它是很水狀的lotion 然後推開出來比較容易吸收 很清爽的 這個系列我都有它們的精華 就是在後面 這支 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之濃郁的 但是眼霜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聞下去淡淡的 不是很明顯 我會喜歡多些 然後質地方面 如果你是很不喜歡任何厚重感的話 它會適合你 因為真的很清爽 很快吸收 然後沒有負擔感 但是如果你追求一些滋潤感的話 它就給不到你 所以我會覺得它是很基礎保養的一個眼部產品 大家都知道我的習慣了 不同心情 不同情況 我會用不同的產品 薄有薄的好 厚有厚的好 沒有說最好 只有最適合的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我不會告訴大家 一定要買某一個眼霜 純粹是分享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從一開始我爆了眼紋 很害怕 很不知所措 到現在終於改善到 所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如果你說要一個很完美平滑的眼底 我都是沒有的 我都很希望沒有黑眼圈 眼袋 然後表情紋全部沒有了 這個是夢想來的 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好一點點 今天終於跟大家拍完這條影片了 我沒有想過要去拍片 因為我都沒有想過 可以這麼好 和這麼短時間去改善這件事 我自己都很開心 總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覺得有參考價值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條新片 每星期日近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